大家好,欢迎收看麦子学院的视频教程,我是主讲教师吕之华。 本课的名称叫做GSON入门。 下面先来看一下本课的思维导图。 本课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最开始介绍GSON是什么。 其次介绍GSON的语法规则。 然后介绍GSON和XML这两种文本数据交换格式的区别。 最后介绍GSON的解析和生成。 首先来看GSON是什么。 GSON的全称是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直译过来是JavaScript的对象标记法。 也有翻译成对象表示法。 这个GSON它的缩写的读音是JSON。 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就会用JSON这个发音来表示这一种数据交换格式。 JSON是一种轻量级的基于文本的可读的格式。 轻量级指的是它的文件比较小。 它最后写成的文件比较小。 基于文本的指的是它是可以用记事本打开的。 可以用记事本编辑和打开的。 可读的指的是人阅读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GSON的名称中虽然带有JavaScript, 但是这只是指它的语法规则是根据参考了JavaScript对象的, 而不是说它只能用于JavaScript这种编程语言。 实际上呢,C++,Java,PHP这种各种流行的编程语言, 它都有JSON这种格式的解析和生成器。 JSON呢,对于,它无论是对于人还是对于机器来说, 都是十分便于阅读和书写的。 而且相比XML,这是另一种数据交换格式, 它的文件更小, 因此呢,迅速成为网络上十分流行的一种交换格式。 而且近年来,这个JavaScript已经事实上成为了浏览器上的这个标准语言。 JSON的流行呢, 与JavaScript的风靡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个GitHub, GitHub这一个代码托管平台, 这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代码托管平台。 它的排名前十的最受关注的仓库中有七个仓库都是用JavaScript的写成的。 所以,你可以见这个JavaScript的流行程度。 然后,JSON, 它本身是因为它是参考了JavaScript对象的规则定义的, 所以,它的语法与JavaScript的对象的语法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JSON这种这格式的创始人, 他声称这格式永远不会升级。 这就表示它具有很长时间的稳定性。 你十年前写的文件, 十年后也能用, 没有任何兼容性问题。 那个开发人员, 他不需要考虑兼容性的问题, 因为他不会升级。 所以,它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格式。 然后,接下来来看JSON, 它的语法规则是怎么样的。 这个JSON的语法规则十分简单, 可以说很优雅完美, 总结起来一共有五点。 宿主用方括号, 对象用大括号表示。 然后是名称和名称值, 对, 这种, 它是组成宿主和对象的基本的元素。 名称, 扩在一个双引号之中。 值, 它的取值可以有字符串, 数值, 不二值, 对象宿主等等。 然后最后一点是, 并列的数据之间, 用逗号分隔。 这五点呢, 就是JSON的全部的语法规则, 所以它是非常简单的。 下面呢, 我们已经写好了一个, 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一个文本。 大括号, 这表示这是一个对象。 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人的信息。 它里面有两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name, 名称变量, 名是name, 变量的值是Jeff Louie, 它的第二个变量的名称是age, 它的值是26, 这是一种数字。 那这就是一个符合规则的一个JSON的文本格式。 我们会发现, 它与JavaSquare的这个对象在定义的选择, 它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除了这个名称, 它用了双引号扩起来, 其他的部分是一样的。 接下来来讲一下JSON和XML这两种格式, 它的区别, 或者说JSON相比XML有什么优势。 其实JSON他从诞生开始就多多少少有想要取代XML的意思。 它相比XML主要有三点优势。 第一点是他的JSON没有结束标签, XML有, 所以他的文件大小就比较短, 那读写自然也会更宽。 然后第二点是, 因为JSON他本身就是从JavaSquare的对象的那个语法规则来的, 所以他能够直接被JavaSquare解释器解析。 而这一点XML是不行的。 第三点, 就是JSON里面可以使用数主。 XML他使用数主的时候是非常麻烦的。 好, 接下来我们分别来写一个JSON的文本和一个XML的文本, 来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定义一个数主。 这就是一个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一个文本。 接下来我们要描述同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用XML来表示会变成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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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XML它的开始标签 基本上就相当于Json的名称 这个变量名 但是因为它多了一个结束标签 所以它的文本就会比较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文本它都描述了相同 完全相同的信息 但是很明显的XML要比Json要大得多 尤其是当有数字出现的时候 这种Json的它的优势就显得更加明显 如果数字很长 也就是说我们文本中必须要保留大量的 没有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 这个开始标签和结束标签 这对于这个快速的 网络上快速的传输是非常不利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Json的解析和生成 有两个方法与此相关 一个是用于解析 一个是用于生成 接下来我们要在另一个文件中来 写 相关的代码 好 我们这里已经新建好了一个文件 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一个支付串 好 这是一个支付串 我们现在把它转换成一个JavaScript的对象 Json点 把支付串传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输出一下它的结果 然后呢 再把这个已经转换好的对象呢 再次把它生成成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支付串 OBJ 然后把转换好的内容输出 保存一下 刷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得到了在控制台输出了两个结果 第一个呢就是将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一个支付串 转换成了JavaScript的对象 然后输出 你看到它是一个对象 OBJ 然后呢 再把这个对象 再又重新生成了Json的支付串 那么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符合Json语法规则的一个文本 好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解析和生成 本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